途经一处渡口时 孔子遇到了一个 让他此生都很难忘掉的人 这个人名叫杰鱼 看起来行为乖章 人们称他为楚狂人 杰鱼大摇大摆地 从孔子面前走过 一边走一边唱 凤兮凤兮 何德之帅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凤凰啊凤凰 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落至此 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 未来的还可以迎头赶上 孔子很想叫住他 跟他聊上几句 但基于没有给他机会 头也不回就走掉了 在很多解读里 杰鱼是那个来给孔子当头棒喝的人 过去的时代虽然美好 但终究是要过去了 不如面对未来吧 经过了陈蔡之为的孔子对很多事都不在意了 触动他的或许是杰鱼唱的最后一句 罢了罢了罢了 现在从政的人都饥饥可畏 孔子已经失去对政治的热情 之后 他拒绝了在为国做官的弟子子禄的执政之情 并告诫子禄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则礼乐不兴 他心中念念不忘的 也许从来就只有礼乐这一件事 在世人眼中 孔子又何尝不是一位狂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